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上帝 我的影片上面 永遠看不膩 各位啊 皇帝是個抖音仔啊 大家都知道 皇帝是有在進行抖音的 皇帝的抖音賬號 有五十多萬追蹤 五十多萬的粉絲 那皇帝有一天在划這個抖音啊 因為抖音真的是很好划 欸 這不是業配 好 抖音應該也不少業配 因為現在抖音上是非常流行 傳說對決直播的 甚至比YT還流行 很多這種小小的實況主啊 都會在抖音上直播 那皇帝在這個抖音上直播滑著 就滑到一個越南的這個直播主啊 那皇帝我發現一件事奇怪 這個人的直播怎麼 跟別人不太一樣 等一下會放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看著看著 靠北 這外掛吧 這個外掛蠻酷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覺得 很新奇 覺得很酷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外掛 那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外掛之前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在D卡上好像也有人討論類似的事情 我一直以為 好像只有我在follow這件事 我發現D卡上也有人在關注 就是 我也懂一下 我發現D卡上也是有人在討論有關於 這個外掛的事情 然後我看一下 他們說了什麼 那這個呢 是我在D卡上看到的 這個是最近在抖音上 這個滿火紅的一個直播 他就是開著外掛在玩 那D卡上的討論是 可以定是外掛 還是能修改的伺服器 這應該是伺服 這種的很舊 這個太好抓了 我在台服應該賣不出去 因為我發現我的粉絲 有些人認識YT派 明天是抖音派 有在滑抖音的這個抖音派 應該是有 看過這個外掛 我直接給各位 按影片 OK 各位 這個就是 左邊這個畫面 就是我最近在抖音上看到的外掛 我覺得滿新奇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就陪黃皮爾再看一次 這個是迪拉克 他玩了幾隻英雄 他應該是把所有的英雄都玩過一遍 然後皇帝就拿迪拉克給各位看 應該說 皇帝會拿幾隻角色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看迪拉克的 等一下 你們可能聽到聲音 我切一下 帥哥幫你們切個聲音 這樣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這個畫面上有一個 紅色的這個標誌 然後他這個標誌寫 惡分之零吧 我沒看錯的話 然後他會拉一條線 然後他拉線的底端呢 就是這個敵人的位置 這是一個外掛 很屌啊 而且 各位 這不是電腦場喔 可以看一下 應該說不是電... 這不是 那種英雄練習模式 這是雙方都有英雄的情況下 他技能竟然沒有冷卻 你看 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整個地圖是亮的嘛 然後就蠻酷的 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沒有在台灣 應該是沒有在台灣啦 沒有在台灣我就沒什麼意見 這個如果在台灣我就會很火大 如果這個是真的是實戰畫面的話 他技能是無冷卻 然後再加上... 就是... 連那個... 瞬移啊... 然後強化恢復啊... 他都是無冷卻使用 蠻屌的 然後你看到 他現在上面有三條線 代表三個敵人復活 另外兩個敵人還在死亡中 有看到嗎 還在死亡中 然後對面還要打字耶 感覺對面就像是活人 然後這邊的話 如果對面復活 就變四條線 現在是三條喔 然後等下他們有了復活的話 就會變四條線 蠻酷的 哇 等不到了 迪拉克要殺 喔 四條線 四條線 然後把卡拉給殺掉 有沒有 為什麼還是四條線 因為剛剛又有人復活了 蠻酷的啊 這個外掛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迪拉克 就一顆一丟球很爽 不用用二技能 他可以無限球球啊 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外掛啊 我看到是很新奇 但是 這要是真的在實戰中可以這樣用 有點 靠北 對 這應該很快就被抓了啦 無冷卻 你說 地圖亮晶晶就算了 然後 指敵人的位置在哪裡就算了 他媽台無冷卻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外掛 應該是不太可能 是在正式服上 這可能是 他的師服啊 就像剛剛 D怕上的網友們討論的一樣 很酷啊 你不覺得嗎 就迪拉克可以這樣 那我們看下一個角色 下一個角色是 喔 莫托斯 對 然後莫托斯他的二技能 就是 無限死亡回圈啊 然後大招狂炸這樣 對方好像也不是白癡也會逃跑啊 應該也不是一般的電腦 吧 我也不太確定 就感覺是幾個他的玩家朋友 來陪他拍這個影片感覺 是這樣 然後你看他底下這個 有人留言 開掛可悲 對 就是 這個不知道是越南還是泰國啊 蠻酷的 我覺得論這個外掛 還蠻酷的 但是實戰 不太可能是有 這樣的狀況發生 對 然後這莫托斯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這一個 角色是 艾麗絲 艾麗絲就更屌了 好 艾麗絲就是 他那個 一技能 還有這個 大招無限啊 可以看一下 一技能丟 很像在丟那個 狂轟猛炸 你看 那個反正 原地去世 看完都想玩艾麗絲啦 我個人認為這個越南或泰國的外掛 如果可以玩一遍 我蠻想玩玩看的 雖然說我們身為實況主 不能夠這樣 但是這個真的蠻酷的 然後他這個上面的那個線啊 他還可以幫你指滴的在哪裡 對 然後就這樣拿五連殺 Mega Kill 我是不懂這樣有什麼好玩的啦 當然就很酷 然後這個是 圖倫 然後他這個因為不是說 英雄訓練場 他不是英雄訓練場 所以呢 他就是 他是需要賺錢買裝備的 他不是說什麼英雄訓練場 上面可能你可以直接加錢 然後直接買裝備 這不是 更加確定他是在實戰之中啦 那這個實戰好像又可以讓他的隊友 或朋友一起加入來玩這個 被他虐殺的遊戲 對 基本上就是 所有人都是要被他玩 而且應該是只有他有這個 外掛 因為我看別人的放技能 都還蠻正常的 對 別人就不能一直瞬移啊 一直幹嘛 如果雙方都可以的話 應該會變成大亂鬥啦 對阿 那這個圖倫的也是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一個 就是雷電之子 對 沒有冷卻的雷電之子 嚇都嚇死 如果是阿萊斯特應該會更變態 直接綁在原地讓你去一次 下一個是 祖卡 對 然後祖卡的大屁股就一直做 對 一直被屁股做的感覺也真好 如果能夠一直被小青的屁股做 想一想就興奮 祖卡也是一樣 我覺得祖卡反而沒什麼 祖卡應該算是裡面最無聊 他技能組就是這樣 而且他技能組在這個 原本的遊戲裡面 冷卻就很快了 所以 你看他這樣一直跳 然後一直滾來滾去 好像也沒有特別的覺得 很帥還怎麼樣 對 然後 就像這樣 他可以一直瞬移 然後實戰中 然後對面還會講話 所以 感覺就不像是電腦啦 應該不是電腦 然後就他可以玩這個外掛這樣 蠻爽的 如果這個外掛流入台服 我說實在話 我會想買來玩玩看 但是我不是要提倡大家 用外掛 就會想體驗看看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一次就是要體驗看 皇帝我沒有開圖過 但我坦白講 我坐過掛車 我坐過一次 就很新奇 我試過一次 但我試過一次之後 我也就沒有再參與 因為我打掛 我玩掛車 我試過一次我玩掛車 就是 我是打一般場 對 然後那一場我們打一打 我們是投降 因為皇帝我不想用這種方式 贏得勝利啊 敵人在哪裡 我隊友都一直跟我講說 敵人在這裡 敵人在這裡 沒什麼好看的你知道嗎 所以皇帝那個坐掛車 我發誓我們是玩一般場 然後我們是有投降 就讓對方 就跟我朋友體驗一下 啊我朋友也沒有在買這個外掛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個外掛回來台灣 我也會想試試看 但 你不要拿去打排位 或者是真的是去影響到別人 我們是5排 然後坐掛車 然後就打一般場 這樣 這是非常不對的 這個是在當實況主之前 皇帝我試過 不是要叫大家去做外掛這件事啊 就 我跟你講每個遊戲都有外掛 只是傳統對決 為什麼會一直被抨擊 官方一直被媽 講白一點就是 我喜歡這幾款遊戲 太紅了 好不好 紅到就是 每個人都覺得說 喔他想好好玩這款遊戲 但是還是這麼多外掛 所以他受不了 所以我個人覺得 官方應該好好重視這件事情 啊像這個 畢業拿後太多的 就跟我沒什麼關係啊 但我真的蠻想玩好看的 看他這樣玩很爽耶 實戰動道可以這樣一直放技能 我覺得官方可以出一個模式喔 就是 大家的閃現 然後治療 無限的這樣子 然後技能也是無限 對 就應該蠻好玩的 但我覺得如果是官方出這個 他可能會覺得什麼系統承載不住 或者是什麼太快結束遊戲 因為像那個 幻影雞豆裡面啊 好像就不能玩夜叉 因為夜叉如果好像五個人 五隻夜叉一起扛 太噁心了 但歐米家就可以玩 所以我也不知道官方在想什麼 然後五個芽芽在幻影雞豆也不能玩 不能富奇啦 覺得官方 賺錢的口腦學一下 黃帝會教你們啦 那最後一個是黃帝我覺得最屌的 跟你分享 但是這個黃帝是有切橫品的 所以各位在看影片的時候 我幫你們喬好了 我們先點進去看看 你看他 你看他 他特朗 learned的色數 靠背超級噁心耶 你看他打盤個 對 對那就很屌 順以無限嘛 就一樣 他開LE今的那個色數很誇張啦 這應該也不單單只是開一個 他應該還有加提升色數的外掛吧 這個色數很不尋常啦 不太正常 我點進去 把他轉橫品了 然後我現在把他轉橫品 給你們各位看一下 這可以轉橫品嗎 woo enfer 但我要怎麼跟我還 región 啊 我想到了 繼續播放 路不轉 人轉啦 對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外掛真的蠻誇張 它這個射速應該也是有調過的 你看它這個射速很不科學啊 這個射速的速度 所以各位你們現在可以把手機拿另外一個方向看 皇帝我在陪你們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違和感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把電腦的這個 投屏把它轉橫了 所以我就這樣陪你們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特安拉斯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說 目前我看它開掛裡面最屌的 有點腦充血 我現在得頭這樣 反正就是它這個射速不科學之外 傷害也很高 那它打敵人的時候真的是 很爽 爽快感 你看喔 它打的老婆 你看它射這個主堡 它直接到溫泉裡面去殺了 這外掛 歐皮了 可是這外掛各位我們發現一件事 它不是無敵狀態 它碰到溫泉也會死 它被防御場打也會痛 然後錢還要自己賺 它基本上就是 開圖 然後指敵人在哪裡 因為一般的開圖是地圖這樣 你要自己看 它它頭上有一條線 然後它頭上有這個線 它告訴你敵人在哪裡 所以 省了你去找敵人 再加上它技能是無冷卻 然後照顫師技能很無冷卻 治療也是無冷卻 所以 這很明顯不是訓練場 應該是開伺服器 就像第一趴上那樣 對 然後講到哥 黃帝我真的很生氣 這講到就會 讓我氣很久 欸真的是黃帝我覺得是死刑 真的是一定要 有很多人就說什麼 魏成年不能判那個什麼 國山那個乾哥啊 死刑 我個人覺得 既然說不能判魏成年刑啊 像這種人喔 我個人覺得就是 你把他關到18歲 然後判死刑 他活到18歲嘛 我能夠理解他魏成年嗎 思想不夠成熟 但他的行為 應該說拿著手機 資訊太發達了 每個人都非常清楚說 怎麼 怎麼是壞事 怎麼是好事 我覺得已經不存在魏成年 然後思想不夠成熟這個問題 對我覺得就是 假設你魏成年犯罪 真的犯這種殺人罪 而且是刻意的 在教室拿出彈簧島 誰會帶彈簧島去學校 這看就知道是刻意的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是 關到18歲啦 讓他吃勞飯吃個幾年喔 從未成年關到成年 然後直接判死刑 這樣是最棒的 但台灣愛於人權 台灣愛於民主 很多事情 是不能夠這樣子實踐 而且 動死刑皇帝我也是不建議啊 如果你動死刑 不就等於你跟這個乾哥的行為 也沒有差太多嗎 就是 所以我不支持死刑 但我支持 死刑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外掛影片就到這邊啦 算是你說無聊嗎 我覺得搭配皇帝 我在他們講剛話 還不錯啦 就是想跟大家講一下 胡三生那個 支持詞型好不好 如果你支持 麻煩幫影片按個讚 以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這個外掛 如果留到台灣 會影響整個傳球對決的生態 讓大家都退友 也麻煩按個讚 以下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告一告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 記得訂閱我 記得訂閱皇帝 有一點看福尼娜 我們下部見啦 掰掰 我們下部見 了